据媒体报道,自称是张子言事件唯一证人的尹志武,近日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其利用张子言之死出书上节目,筹集资金为个人牟利。 曾经对尹志武所著的第十三个证言一书直笔提供过帮助的金秀敏作家,近日提出质疑,尹的行为是在为个人牟利,反而是损害了故人的名誉。 尹声称自己是该事件的唯一证人,公开姓名掌向后大多数媒体都没证实就报道了。 尹的证言很有必要验证,其次金作家认为尹志武并没有看过所谓的张子言名单,据悉23日下午,作家金秀敏将朴勋律师任选为法律代理人,计划对尹志武提出诉讼。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